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去市场上转了一圈,猪肉又降价了 我们这里7块5一斤 花15块钱买了2斤五花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网红小吃脆皮五花肉 趁现在猪肉便宜,大家可以动手做起来 嘎嘣脆,嗷嗷香 这两块五花肉,一块是上五花,一块是下五花 上五花相对来说稍微肥一点 首先找一把干净的刮胡刀,把猪毛刮净 猪毛不能用喷枪烤,否则会不爆皮 处理干净以后,在瘦肉的一面改十字花刀 间隔两厘米左右,深度为五花肉的三分之二 经过改刀腌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切好一面,掉过头来切另一面 刀口深度同样为五花肉的三分之二,不要切断 全部处理好以后,冷水下锅放入锅中 放少许姜片,葱段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撇掉浮沫,在锅中煮五分钟左右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去除猪肉的腥味 煮好以后,关火捞出,晾凉备用 接下来我们兑一个腌料 碗中放入五克孜然粉 五克辣椒面,一小勺白芝麻,四克盐,十克白糖 一勺生抽,一勺蚝油 再来二十克叉烧酱 兑好的酱汁用勺子彻底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涂抹在焯水的五花肉上面 酱汁全部涂抹在改刀的一面 用我干净的小手按摩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尽量把每小块肉都均匀的涂抹上酱汁 带皮的一面不要沾上酱,否则会烤糊 可以用刀稍微刮一下,刮干净 腌好的五花肉包上一层锡纸 不要求包的有多好,把肉包住直露猪皮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三四个牙签,在猪皮上面插满小孔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要像龙龙抹渣滋味一样狠狠的渣 越密集越好 然后涂抹上一层白醋 再撒上一小层食用盐 再次用我干净的小手涂抹均匀 白醋和盐是爆皮的关键,这一步千万不能少 烤箱提前预热 处理好的五花肉放入烤箱中 上下温度调到160度,烤30分钟 这半个小时主要是把五花肉的油烤出来 烤盘放在烤箱的底部 半小时以后打开,把烤盘放在烤箱的上面 这一次温度调到上下200度,再烤15分钟 经过两次烤制,五花肉吃的才会香而不腻 时间到打开盖子,满屋飘香 伴随着滋滋的冒油声,看着就流口水 脆不脆,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那真的是嘎咚脆而熬香 把做好的脆皮五花肉改造成小块 吃的时候可以蘸着酸梅酱吃,别具一番风味 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微波炉,红旗炸锅来制作 趁着现在猪肉便宜,大家赶紧动手做起来 不好吃,您提着二师兄来找我 喜欢本视频的关注点赞转发收藏 感谢您的支持 赞马在内,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